三年前被胡人拆家 如今是西部第一 提胡的重建速度是什么水平 2019年 提胡在农眉交易中 拿回胡人的双榜眼 约什哈特 外加一堆选秀权 前骑士队总经理大卫格里芬 以6%的概率 为新东家抽到状远 带来了西安 然后用裤子码给的4号签 向下交易 得到老鹰的8加17 一个选中电机小子海斯 另一个选了亚历山大沃克 2021年 提胡送出亚当斯 雪布加10号签 从灰熊换来瓦兰和17号签 用17号签选中特雷莫菲 又在第35顺位 逃到赫布特琼斯 签下落选秀阿尔瓦拉多 2022年 以哈特和亚历山大沃克 为主要筹码 加上一个手轮签 就换到了波特兰双枪之一的CJ 对方还搭了一个小男司 同样因为浓眉的交易 胡人这一年的手轮签 也归提胡 最终变成了第8顺位的戴森丹尼尔斯 当初在4年8000万的球哥 和4年4700万的格拉汉姆之间 提胡选择了后者 省出来的钱 为虚约西安留足了空间 10月24号 英格拉姆在一次进攻中 被队友打中头部 触发脑震荡协议 停赛四场 之后顶替英格首发的 正式误伤他的纳吉马绍尔 马绍尔是20年的落选秀 身高2米01 球风强硬 三分命中率也有35% 打首发的四场比赛 场均15分5篮板 深受威力格林信任 都说快船的阵容深度联盟最强 提胡也不遑多让 在英格拉姆 赫波特琼斯 两员大将商庭的情况下 仍然打出一波七连胜 冲到西部第一 这只仅仅重建了三年的球队 是如何做到的呢 提胡是全联盟最不爱投三分的球队 三分出手数倒数第二 进攻效率却高居第五 英格拉姆本赛季15场比赛 合计出手230次 有112个中距离 中投占总出手数的76% CJ的22场比赛 377次出手 包含130个中距离 和143个三分球 中投跟三分几乎一样多 胖虎更不用说 302次篮下出手 63.6%的命中率冠决联盟 两个中投大神 一个攻筐神兽 三大核心都不倚仗三分球 从根本上定义了提胡的进攻哲学 但提胡只是不爱投 不是不能投 球队整体三分命中率36.8% 联盟第十 格拉汉姆 赫波特琼斯 马绍尔等人都能在三分线外开炮 更有特雷莫菲这种优质3D 本赛季特雷莫菲场均12.9分 4.4篮板1.4助攻 三分命中率突破4成 场均5.9次三分出手 命中2.4球 基本兑现了投射潜力 提胡还是一支靠防守带动进攻的球队 有着联盟第三的防守效率 以ZAN为首的封线群 人人场均一个以上的抢断 外线还埋伏着老六 光是利用对方失误这一项 提胡场均能拿走19.6分 新规则又使得快攻不能被犯规 否则一发一致 擅长推反击的胖虎如虎添翼 场均25加7加4 压迫式防守反击 加西安的无解攻框 加阵地战中距离拖地 加三分球阳攻获得空间 等于联盟第三的场均得分 提胡的阵容还远没到上限 浓眉跟霍勒迪的交易 让他们手握胡人 雄鹿两支球队 未来多年的选秀权 只要有好球员出现在交易市场上 提胡就是大卖家 2010年 新奥尔良提胡还叫黄蜂队的时候 威利格林就在这儿效力过 当时黄蜂的主教练是蒙蒂威廉姆斯 2016年 威利格林退役 加入了史蒂夫科尔的教练组 19年转战太阳 再次成为蒙蒂的助手 21年来到提胡 生涯第一次支教季后赛 就险些给老恩师上了一课 作为年轻的player coach 威利格林证明了自己 能把球队带进季后赛 但是看看助教席上的德安东尼 在想想被他顶替掉的大番干迪 眼前的成绩也只是刚刚入门 接下来 提胡